看是誰大聲 我聽到了 我才回來了 你們也聽不著 聽著啦 聽著啦 你回來了 太小心了 你下次又不來拿話頭 我這麼喊的 我說我喝了 沒有我們的聲音大 我的聲音 聲音 我只有一個人嘛 你下次多帶一個人 對 我們一個人比十個人 你們沒有我們的聲音大 聽不到 你們有時候問我 演唱會什麼時候開 我真的沒辦法說 我知道 我們沒有委 什麼晚上都說我是官宣了 對吧 我說我下半年 幾月幾號要發開唱會了 下張專輯 免得沒發 叫什麼名字 我發在這兒官宣 你不是大老闆嗎 我說大老闆我也不在這兒說 一個大老闆在這兒官宣 我有毛病 因為成都你怎麼沒官宣 我在那上面驚喜死了 你又說快了 什麼東西啊 成都 你說演唱會快 你不懂 這個是要留點實面的 因為我在罵公司 我說到底什麼時候能說 他們每天問我 每天問我 可是也不能說你問我啥我就說吧 對吧 那這個東西 我們一起努力的專輯 一起努力的東西 我給你們驚喜 那什麼東西都讓我說能行嗎 比如說我要拍拍MV了 這次跟春夏拍的 還沒具體劇情怎麼樣 我不敢跟我們說 所以你問我也說了 哥哥你要加油 下次你說啥就是啥 你罵他們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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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樣的 不是 罵什麼 你還是沒懂 我沒懂 你轉開說說就懂 不是說我 是你們功夫的努力 因為這個東西我也想要給你們驚喜 對 比如說你給你朋友說今天晚上過個生日 你想要十二人給驚喜 你問八點就說今天晚上有個經濟等著你要退嗎 是吧 對 你的浪漫都是沒有聲音的 哎呀 別能這麼講 哎呀 不說話了 不選擇 算了 反正我們就是跟著你去音樂節 然後等你的演唱會 好不好 但為什麼今年音樂節這麼多 是在賺錢開演唱會 為什麼音樂節這麼多呢 是因為國家的經濟 經過疫情只要先打開了 懂了懂了 因為音樂節就是很火 對 就是現在音樂節熱 對 那其實慢慢的市場呢 這個正常化 音樂節也會變得沒有這麼火 對 所以我們在拆 你是不是 開音樂節賺錢開演唱會 那不是 開演唱會的錢我還是有 那我們就放心了 已經跟著你去了七場了 那個 多賺一點嘛 也能會開個十場八場 每個程度都來一下 五點頭了 五點頭了 下次那個音樂節可以換一首 那個萬有引力嗎 不能點歌 好的 萬有引力不能再點